東海岸國家風景區三仙台風景區內著名的八拱橋 在918大地震期間發生了位移情形會有危險 東管處暫時封閉到明年要進行檢修 不過在封閉之後這幾天還是陸續發現 有遊客及當地的民眾不顧封閉告示登上了八拱橋 這些違規新聞也被風景區內的其實影像系統錄了下來 三仙台的八拱橋是許多民眾來到東海岸 並訪的景點之一 但先前受到918的強震影響 八拱橋出現了有位移的情形 為求安全東管處已將橋樑進行封閉 但近日卻發現有民眾不顧安全闖入登橋 對此東管處也作出回應 我們目前上面橋頭都有監視器 有看到遊客闖入的話 我們的人員管理人員會過去勸導 現在橋頭已經把它封起來了 我們還是呼應遊客 就是不要任意闖入 因為你如果上橋遇到強風遇到地震的話 會有落橋的危險 而當地的民眾則表示 雖然三仙台島是重要的野菜場及場域 但可以趁著退橋時 依照傳統的路線 從橋底下前往 現在是冬天 潮溪都是晚上 它會很乾 趁它那個退了 我們會從那個山仙橋的底下 它都是就過一個比較一小段的那個 比較急流的那個海 然後就這麼一小段 可是潮溪大退的時候是很乾的 而東莞處也強調 遊客在入園時的收費項目當中 都有包含旅客的意外保險 但目前園區已經公告封橋 一旦民眾違反規定上橋發生意外的話 保險公司將不受理理賠 請遊客切勿擅闖 以免發生危險 記者陳吉林 陳公正報導